Hello! 現在回到來 我要打上級的 機械邪龍獸 這次我上次推出的極端極體 新手的話...不好意思 老手的 上次打了的 就OK啦 打這關比較容易 如果不是 我可以用全體打那段影片 為什麼我會說容易了呢? 其實...誒... 說容易又不是說容易很多 因為始終海王獸還是被人在黑的 是的 那...有聖龍獸在這裡 撐住啦 聖龍獸開技啦 大家可以看到 一開始是輕鬆一點的 那我就不會讓這隻... 灰色的暴龍獸搞定啦 對不對? 我不會讓牠動到的 是不可以讓牠動 好了 嘩 這麼快 第一回合完成 第一回合不是問題來的 其實... 最後的關才開始難打 那就...儘量秒殺 因為灰色的那些是很煩的 他煩的原因呢... 就是...其實牠的攻擊是比較高的 喂! 錯了! 錯了! 為什麼會錯了? 那聖龍獸不能出技啦 一出技基本上就不能用技了 那也是靠這個格鬥獅子看會怎樣 格鬥獅子 打暈牠嘛 沒有的啦 現在只會露開技的 露用攻擊搞定牠啦 希望搞定啦 OK 搞定了 草技時間到了 好 可以努力草技 嘩 這隻蜜蜂真的很煩 嘩 又來了 繼續帶不草技是不行的 這個真的...你不草技進到王關是很大 哇! Missy OK 幫我多儲一下 好的 謝謝 謝謝格鬥獅子 那來到最後啦 這樣... 哎呀! 糟糕 還開錯技 不要緊 本來應該要打... 啡龍那隻 我相信現在才開始打都不遲 那就... 先秒了蜜蜂 嘩 下一波攻擊很大 喂! 又開錯 沒關係 其實應該是先殺小怪的 不過做了一個錯誤示範啦 嘩 那就...沒有啦 打王啦 對啦 因為聖龍獸可以開技啦 雖然暈了 但也中了 成功的是 那就...對啦 喪打王啦 那要儲夠... 攻擊啦 嘩 痛... 神經病 這隻...很邪啊 真的這隻邪龍 呵... 好變態啊 這隻邪龍 實在太邪了 對啦 對啦 好 攻擊 咳... 還有爆擊 還不錯不錯 不錯 扶送爆擊 好... 當然是開技啦 有技能開不開 好 搞定了啦 那... 那... 今天呢... 就... 其實呢... 兩隻究極體都算是難打的 那如果說真的剛剛開始玩 那我建議打回 豆豆王子獸會比較輕鬆啦 對啦 那今天呢 就先說到這麼多 對啦 這樣就是這個... 機械邪龍獸的上級 好啦 這樣... 祝大家打多一點碎片 打多一點的碎片 還有... 如果想得到我更新更多的資訊 那你可以訂閱我 謝謝大家